直选是以书面提出的 请行政员书面答复 接下来请蔡委员英文直选 选打时间是30分钟 主席请院长 谢谢院长请 蔡委员好 院长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您已经站了一天了 可能很辛苦 因为立法院有咨询的权利 可是我觉得立法院也有咨询的义务 所以很抱歉 今天我还是要咨询一下 不过当我是内阁的一份子的时候 以前也坐在这里 到六点多的时候我都很想回家 所以我今天尽快地把它 我要咨询的内容说完 在这个之前 院长下不下请坐下来 谢谢 这几天看这个院长的答训 尤其是今天的答训 尤其是刚才讲到这个进来的那个 内阁人士的纷扰的问题 那我觉得院长刚才答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内阁 有一部分的阁员以前跟我是同事 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现在的阁员 其实很多都是一时之选 而且都是很好的人才 那因为我们邻居长执政时间并不长 那么可以培养执政人才 或者是这个政务人才的这个时间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内阁里面的这个阁员 很多其实都是我们很重要的资产 那我刚才也很高兴听到 院长也提到这一点 我也觉得说很感动 所以即便进来有很多的人士的纷扰 我想这些纷扰可能都是一时的 那么真正 我想这个团队的这个默契的养成所需要的时间 可能还短于这个政治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时间 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我想提出来给院长做一个参考 那么另外我今天其实咨询的主要的内容 还是在我们的财政平衡的问题上面 那么这个问题老实讲是不能够在财政委员会提出咨询 因为财政部长之关收入 那么事实上我们的财政平衡 牵涉到的很多的是我们政策面的问题 因为有政策所以有支出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财政的结构 那么虽然在金发会之后 我们有谈到比如说在五到十年之年 五到十年之年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 那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财政部的报告 也有很多的计划 那么也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计划在里面 那么事实上金发会讨论的内容非常的广泛 那么财政部现在所提出来的方案 也非常的多 但是很多的这些计划跟方案 包括税制改革等等 他着重的还是在我们的收入的这一面 那么另外财政部提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林部长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 就是这个进程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们到五到十年之间 要达到财政平衡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那五到十年之间 在这个五到十年之间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达到什么目标 这个我们没有 这个我们没有 那么我们也当然不希望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回头看 发现说我们过去的五到十年都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的财政的这个赤字还是存在的 那么所以我想跟 我想这个院长是我的学长 也是我的政治前辈 那人生的历练或者是政治的经验都比我来得丰富 所以我想下面就想提供一些意见给院长参考 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收入 事实上是一个到达一个最低点 这个不论从政治的层面来看 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 或者整个税制结构层面来看 我们现在事实上国家的收入 应该是一个最低点的时候 那么可是我们在这个同时 我们国家在这个同时 也是进入到一个 开始进入到一个支出的高峰期 那么这就表示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2001年一直看到 至少看到去年的数字 那么我们的这个负债比例一直在增加当中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2001年或者是2002年 我们的负债比例还在30%左右 那么现在的负债比例 已经快要逼近我们的法力上限的40% 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同时 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近来 我想岳长也很关心的这个治安的事件 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单纯治安事件 犯罪防治等等的问题 他还牵涉到说 我们要国家投入多少资源 改善我们国家整体的维持治安的能量 那这个包括警员的值跟量 还有很多的配备设备等等 还有训练等等 那么他这个发挥是很多的 而且你也可以不 你不可能避免 那么另外一个 你从外部的安全来看 我们也面临军购的问题 那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对军购有保留 他不是反对军购 而是因为他怕我们的财力不足 也是对于他对军购是有保留 那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也是很多 甚至于我们现在要开始处理一个全面性的社会福利的制度 那么这个支出其实也是很多的 那我看到最简单而最明了的这个政府 讲到这个内阁 讲到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的这个政策 我看到最好 最简单 最明了的讲法 还是这个副政务委员 在Financial Times的这个 这个interview里面讲的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建构全面式的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时候 那花的钱其实很多 至少在过渡期他都花的时间是很 花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 国家必须要投入的资源是非常的多 那再加上我们的健保 虽然我们说健保 它是一个保险的机制等等 可是我们的健保 事实上社会的期待也好 或政府的施政也好 其实都已经走向 就是说把它当作是社会福利 就是我们的健保制度 它已经是倾向社会福利的一个一个趋势 那换句话说 你政府 还是在他的健保的收入之外 你至少还要再投入若干的资源在里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的这个新的建设 不论是硬体软体 这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 必须投入的很多人力科技等等 在硬体设备上的这些 这些投入都是很多钱 那么总而言之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开始要做的 或者是已经在做 只是在初期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将来的五到十年 这个政府的支出的财政的负担 其实是很大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最低点 收入最低点的时候 但是我们开始走入 政府支出的最高 高峰期 可是我们的这个负债 已经接近这个法律的上限 百分之四十 那么对我们来讲 我相信就是说 院长也很清楚 我们现在基本的每一年的预算里面 百分之七十都是法律义务的支出 所以我们的政策的空间 我们新的政策的空间就不多了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在很多的国家 财政部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钱它可以决定 你要什么政策 可是我们在这个阶段 我们必须要跳脱出 因为钱的因素 而没有办法有新的政策 或者是在一个国家 面临关键转型期 必须要做的很多很多的改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借今天的咨询 要建议院长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 包括我们要在这个 这一段改革期 或者是在五到十年的这一段期间 我们要做的很多的政策 包括国防 包括社会福利 包括产业的改革 包括等等的这些支出 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精算 那么同时 也就我们的五到十年之内的这个收入 在税制改革的前提之下 可能有的收入的增加 也做一个 也做一个估算 那我也了解 就是税制的改革 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立法的进度的问题 政治时机的掌握 甚至经济时机的掌握 这个经济景气的掌握 这些都是一些变数 可是在这种变数的前提之下 我们或许也可以做出来一个估算 那么估算或许不是很准 但是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政策上面的架构 那么让我们了解说 在五到十年之间 我们有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支出 那么我们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收入的增加等等 那我相信现在财政部所提出来的这些计划 都非常的具体 可是它缺少了一个时间的概念 也缺少了一个政策的架构 那么也缺少了一个政治思考 还有它的政策思考的一个架构在里面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很多人都喜欢 就是说院长所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和解共生的观念 那我也赞成这个观念 可是我觉得说和解共生 它不是一个大家不要吵架 就是叫做和解共生 我觉得和解共生应该是一个主政者 他应该创造出来一个架构 一个政策思考的架构 那我们在这个架构里面 在一个整体政策思考的架构里面 我们对每一个政策去做理性的评估 去做理性的讨论 那么而不要在一个单一的政策 比如说军构的政策 健保政策上面 去做政治利益的计算 或者是说 我们在一个单一政策上 去做意识形态的对抗 那我相信如果说 我们能够把这个架构做出来 它不一定是完全精准 但是至少在我们思考单一政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架构可以来参考 那么这个对我们将来 在整个财政平衡上面 那么在这个整个作为上 是比较有一个时间的观念 也有一个架构性的观念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财政的这个平衡的这些措施 在我看来短期间 你要达到财政平衡的可能性是很小 那我们现在做的很多都是中长期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民主政治里面 它的选举的因素 比如说它四年 总统一任 或者是说 有连任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民进党可以继续执政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说 民主政治里面有文体的因素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这个整套的思考的架构出来 那我们或许可以跟在野党 达成一定的这个共同的意见 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 很可能我们也要考虑到有一个立法 让这个立法使得这个政策 能够发挥它长期的稳定性 那么以上呢 就是说我对这个 我们的这个财政平衡的这些问题 提出来给院长做一个思考 那我不晓得院长要不要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回应 那基本上我赞成这个蔡委员的这个论述 的确也是如此 我们法律上的义务 法律上的支出 其实是很僵化 并没有多大弹性 那我们大概 我们试算过 其实说其他支出不再增加 我们很努力保持现在的预算规模 大概一兆六千亿这样的 我们到未来 也没有办法做到平衡 在98年 大概在一百年 最多只能剩下 就是说少一点 就现在大概是三四千亿 那时候再增下一千亿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到这样子的话 五到十年的这个目标 我们可能要问我们自己 是不是还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 这个支出的 开始进入支出的高峰期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上限 百分之四十的债务的上限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到说 也给它一定的程度 所以短期或者是一段时间的 这种把它调整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跟蔡委员特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这五到十年的目标 依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它是有规划 就是有做出 当时有一个设算 就是每一年大概可以削减的财政缺口 那么这个财政缺口 当然就是说它有一些前提 就是跟经济成长率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在我们目前试算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财政缺口 这削减的实际削减速度 是比我们设算速度来得要好 就是有再进步 那当然主要是来自于去年的景气不错 那就是这两年的这个 整个财政表现 收入面来说 比我们预期来得要高 但是这个未来 确实它有某种程度不确定性 那么陈如你讲的 就是我们可能是要将来在 就是特别是像 就是额外增加的支出 就像这种这个 编的这些特别预算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能要 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可能会对未来产生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会讲 将来我们在试算的时候 我们会随时来注意 这个修正的问题 对 我是觉得看这个数字 我可能没有像财政部那样的乐观 虽然是说去年的经济成长 也达到5.7%左右 可是去年的这个负债余额总数 还是在增加的 那就说去年一年的 它的负债余额总数是有增加的 所以虽然是说景气有在 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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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恢复 那么经济成长也在恢复 可是负债的现象还是存在 而且可能还更严重一点点 我跟蔡尔巴 他主要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希望达到就是 5到10年财政平衡就是5到10年之内负债不再增加 但是他还不能够消弱下去 所以我们承认这个缺口在10年之内是存在 所以他处在会 我觉得5到10年也好 或10年到20年都好 只要是说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理上有个准备 比如说我们为了要强化我们的国家预算 我们愿意再把我们这个收支平衡的计划 多延长5年 那大家在思考这个国家的这个预算的时候 或者支出的时候 有更大的团性的空间 这也都可以 我觉得民众需要的就是说 政府能不能给我一个架构 能不能告诉我说 我需要有多少年的时间来达成这个平衡 而我在这个同时 我想需要达到的这些政策目标 或者我需要这个国家给我提供的这些服务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有法律上的法律上限 我们也有我们时间的 比如说5到10年的这个时间表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 那我们就要面对它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政策 是在我们的思考上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给它优先性 那也可以 但是我就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制度都在过渡期 过渡期其实是最花钱的 因为旧的还没有去 新的还没有建议是最花钱的 可是过渡期一过以后 它回归到 它进入到新制以后 它的这个支出其实是会相对降低的 那所以是不是 就是说 我只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 有系统的 那比较完整的一个评估 那给我们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或者是一个进程的概念 那给民众比较了解说 我在思考我们政策的时候 我有多大的这个财务的空间 好 是不是说 蔡委员这个部分 因为院长也有交代 就是要我们去就收支部分 一起来也来做个考量 我们会请各部会 也就这部分 提供意见之后了 我们会尽可能在这方面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 对 但是我是觉得 真的还是要考虑到 立法进驻的问题了 还有政治环境的问题了 还有经济景气 调心啊这些 那么这几年都不增加为前提了 但是刚才蔡委员讲到说 那你现在选举 到时候中东选举又怎么样 再来就是一些重大的政策 过去的承诺 那这一些我们另外用变数去处理 那现在我印算过 就是说支出都维持在一兆六千亿 支出都维持在六千亿 那我们试算这个成长率 那这样算下来 2011 2011就可以接近平衡 不过那些前提是不太存在的 所以那些前提要专案 不然要他们来算这些政治什么可能蛮困难的 我觉得2011我也试算过 我觉得我很没有信心 如果支出不变 收入这个是假定 支出不变这个 其实我坦白的跟院长报告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尤其是我们进入到过渡期 那这个过渡期的支出一定是比较多的 同时我想再跟院长报告 就是说其实我们很 我们这个支出不变这个原则 常常会有一个一般性的 普遍性的适用的结果 就是有些机关事实上需要很多人 比如说财务部他的公股的管理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新的人进去 那金管会金融市场的管理 他要投入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美国的这个金融管理单位 他有成百上千的律师在里面 执行这个法律 所以我们很多的机构 新生的机构 他需要很多新的人力 那我们也必须要投入 可是因为旧的机构 我们要慢慢把它淘汰掉 可是一时之间又淘汰不掉 所以在这个重叠期 是会有很大的支出上的负担 对 就是我们如果 我们是假定支出不变 那么来研究这个规模 但是支出事实上 我们像警察 治安要增加 也有这个进行 那我还有说 我们如果 那个BOT 就委托民间 这个没有成等比例的增加 照我们现在下去 我们大概是这个政策的支出 就大概资本支出 大概剩下大概10%出头 那我们如果民间的投资没有增加 那我们这个经济成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对 所以 所以 我是觉得我们 当然是以经济成长作为我们这个税收增加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可能的来源 可是我想跟院长跟部长报告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税务的结构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税务的 我们现在全球化的关系 资本它是四处流动的 那我们现在这种个人的 以这个地为主的这种增税的方式 其实跟这个这种全球流动的这种资金 其实是有它的这个不足的地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生产货品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移到其他地方去生产 那换句话说 你要刻增生产商的这种 它的所得税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税也好 其实它比较困难 那其他的 以开发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开始把这个税的比例 就是说 间接税 也就是销售税的比例 它把它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看所得税跟销售税的比例 其实我们跟其他的以开发国家来比 其实这个比例是差很远 那也就是说 现在如果我们以把这个税加在这个消费面上面 它是比较符合国际间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要进入已开发国家的这些的做法 所以我们 我刚才讲说我们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 因为这种全球化的结果 还有经济发展的结果 其实我们的产业状态 资金的等等状态都已经改变了 可是我们税制还是没有改变 造成我们现在税收的不足的现象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 部长在这种 我知道部长准备做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要回归到院长 因为做很多的这些事情都要政治代价 要政治决心 那这个可能要院长下那个政治决心 也愿意付那个政治代价 对 这个户税改革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 其实事实上 六月他要提出这个最低税务制 包括未来这个营业税 刚才讲提到营业税的改建 这个当然时间要要考虑到选举什么 我们这个社会 你也通通不过 有时候通不过 通不过就像健保一样 这个 这个有很 这个非财政的 非经济因素的 也是要考虑的 对 对 我是很想结束咨询了 因为可是下一位因为还没有到 好 那最后我就是一句话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身处的是一个转型期 而且需要做很多很多事的时候 而且很多新的政策必须要执行的时候 我是希望说该做的我们就要做 那么不要为了钱的事情 而去阻碍我们做的时机跟这个决心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